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在播客公社祝大家新春愉快 也祝愿大家在来年可以经常走出去 跟朋友们见面聊天 以及每一天都能开心一点 谢谢 祝大家新春快乐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 能够更多的讨好自己 少去讨好别人 以及这个世界的传统 今天在播客公社祝大家春节快乐 也祝这个播客公社越搬越好 也希望有更多的优质主播 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 然后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 喜欢我们的声音 我在播客公社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大吉 合家欢乐 财源广进 恭喜发财 工作顺利 爱情甜蜜 吉祥如意 四通八达 福运其至 服务用声音祝梦的人 只做有态度的节目 本节目由播客公社出品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很荣幸 今天我们来做客播客公社 对 以下您听到今天这期节目 也是我们在播客公社 来做的一场独家的播客节目 对 因为其他的播客的同行朋友们 都是组合 对吧 这个跟这个组合 强强组合 结果我们俩的是俩人 我们俩来没人跟你组合 我们俩本身就是已经强强组合了 咱们第一次来做客播客公社 是吧 那咱们一定得跟这边的朋友一起玩点什么游戏 对 咱们就是别再聊之前聊那些了 有这么一个游戏 也算是桌游 也算是线上桌游 是我跟金花早在 十年前我们俩在做同事的时候 经常在一起玩的一个游戏 对 部门非常流行玩这个 当时我们一个部门同事 说出去团建 然后就出去旅游 永远不出 七八个人 少说七八个人 叫玩这个三国沙 对 是这么回事 当时十年前 非常迷恋这款游戏 哇 没想到三国沙十周年了 是啊 时光人产 想到了我 曾经咱们一口玩三国沙的时候 我还没结婚呢 对 挺久远的一件事了 三国沙在十年前 映入咱们的这个社交圈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现象级的这么一个游戏 对 因为其实之前就已经 怎么讲就是 桌游这个概念 已经提出很长时间了 都是那些外国的桌游 对 然后可能有些水土不服 对 没有一个在中国说让大家全民玩的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 他真的 他 我怎么讲 他不是说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灵光一现 对 出现就结束 其实你看 现在这个人十周年了 人还做的这个 虽然肯定没有那会儿那么的说的火了 但是依然现在我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 也会说要不然咱们就玩拍三国沙吧 因为前两天我刚参加了一个就是朋友同事的一个这么一个派对 对 对因为其实也都是这个玩游戏啊 然后这个看看动漫的这么一波人 虽然不小了 三十多岁看动漫 然后这么一波人凑一块 其实就是玩桌游 就玩桌游 但是现在大家就会玩一些新的桌游什么 玩什么风声 然后那个还玩什么这个剧本沙 还玩这个这个狼人沙 我实在是特别不擅长 所以我们几个相对老派的人就说 咱们要不然还是三国沙吧 个人是特别的就是喜欢三国题材的东西 因为这没办法 真是小的时候是是听这个袁阔成老师的这个评书长大的 就对于三国是是是刻在骨子里的 然后呢 这个三国演绎了 咱咱别说是这个证实 所以呢 就是当看到这个 我其实一直不是特爱跟人交流 我不太爱跟人这个交流 不太爱玩桌游 但是当我看到三国沙的时候 我又觉得这个不然 因为当时我记得跟三国沙在一块 还有一个叫杀人游戏吧 就是这个天黑情闭眼 现在这东西养化成狼人杀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杀人杀人 就是要在里边玩什么 我很厉害 我跟人就是稀里糊涂了 玩了也有十多局了 我每次都是 咱俩不行 我每次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完了这局就结束了 咱俩不行 我觉得这问题就在这 因为前两天我们跟人 我不知道在里边我需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要说什么 我跟你一样 然后他们就说我滑水 对吧 我说我该说 我跟他看法 我跟上一人看法 因为我没看法 反正多聊两句好玩 因为前两天我玩了一个 跟朋友名画玩狼人杀 有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朋友 我看完之后 我对他的人设都改变了 就是瞎话张嘴就来 什么叫平地抠柄 就是什么一天 就是天黑病比平地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最后说睁眼 然后今天什么事没发生 这人就开始坐这 跟你砍半个小时 为什么什么事都没发生 所以我觉得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太可怕了 而且他说的全是瞎话 反正我对这个 我就是接受不太了 因为三国沙里边玩的时候 肯定也有欺诈 对吧 反贼也会骗 内奸也会骗 但是你可以不说话 所以只靠打牌来看 所以我还能相对擅长一点 我比较适合玩带牌的 就是平地愣说的 我玩不太了 而且三国沙这款游戏 明显设计师游戏的制作人 把三国吃的还是挺透 主要是 对 这就是我最开始被三国沙 吸引的最大的原因 我最早是我不玩 你们玩的时候就会剩一堆卡片 你给我看那武将卡片 我觉得太好玩 这武将卡片 每个人技能写的 和他这个招式什么的 跟他这个 本身这个角色 在小说里的性格 对 非常的 非常佩服这一点 我说你游戏做的平衡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结果能平衡到 每个人的技能 跟他的性格是 吻合的 吻合的 你看咱这种 因为我家里先就有一套 三国沙吧 咱摸几张刘北 咱们一个一个聊 咱先聊聊刘北吧 一边聊一边聊 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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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会使刘北吗 在主攻里边 会啊 就刘北给别人排啊 刘北就给别人排 因为是这样 就是你看 其实有三个主攻吧 就是这个 不是说三个 就是这个三国演义 主要是三个大的这个主攻吧 魏蜀 魏蜀 刘北 这个 这个曹操和这个 孙权 主要是核心是这三个人吧 对吧 然后呢 这刘北时你会发现 他这 这个一辈子打仗呢 就是主要是靠他这俩兄弟 对吧 主要是靠他俩兄弟 自己呢 也做不出什么决断 当然这个是小演绎啊 这是演绎 人家这个证实里边 刘北是非常强力的 然后这个 把很多这个 什么柱亮的故事 什么张飞的故事 最后就是 就是在小说里的 演绎里的故事 其实都是人刘北干的 所以刘北是历史上很强力 但是在小说里边 刘北你会发现 除了哭啥也不干 对吧 我不杀 我让兄弟杀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他这技能特别斗 虽然叫人 虽然特别有一个设定的 这个技能 如果说光是叫人德 然后这个行为 跟这事没关系 那我觉得设计就失败 强力就强力在 我把牌给别人 对 我让别人替我干事 我自己啥都不干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主功绩 得是让蜀国 对 让蜀国势力出杀 对吧 为什么呀 对吧 就是孩子里边 大哥他叠着 关羽 对吧 张飞 赵云 对吧 马超 黄中 就说这钱仨 都是替大哥 这个就是出生故死 对吧 你看这个什么 叫什么 千里走安吉 这个 关羽保着刘北的媳妇 这不是应该自个儿 保自个儿媳妇吧 不行 兄弟帮我出个杀吧 而且经常就可以在这局里边 就是你可以前一段先 想把你想试他的这个武将 给他一张纱 然后下一段用你的主功绩 对 让他看他出不出杀 看他出不出 对 所以特别有意思 用好了 这个还是挺强力的 但前提是 你得 这局里边得有其他蜀国的武将 对 他主要 给人排出 他还能加血 其实刘备还真是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是如果你想象演艺里边的那个刘备这个人 持这张牌 就特别适合他 比如说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刚烈的人 你拿这牌你得搓过次 你的所有技能都不是自己出杀 都不是自己看人 都是你兄弟帮我看一下吧 朋友帮我看一下吧 对吧 就很有意思 很像刘备 说完刘备 咱们再来一张 这个 这个 这个厉害了 这个 这是 群将式的 这个吕布 吕布 对 这技能叫无双 无双 我们知道那个吕布 在这个三国演义里边 就是 武力第一 武力天下第一 是吧 在很多这个游戏里边也是 他就是这个武力值最高的一个人 对对对 哪怕说现在就是说有时候会出一些游戏 就是带着历史人物 吕布也绝对是进前三 没错 对吧 所以吕布的这个技能啊 就 特别形象 嗯 他的这个无双的这个技能就是 他使用杀 或者他使用这个决斗 嗯 决斗的话 你必须要用两张这个闪 或者两张杀 对 来跟他对 对对 其实就相关于什么呀 就是可能没玩的朋友不太清楚了 就是游戏里边就是说 我可以出张杀 你可以出张闪闪开 但是吕布太强力了 我武力第一 我他妈砍你刀 你就躲不开 你得躲两下 对吧 因为因为就是其实说的这 就是说三国其实在民间传说 有很多种武力排名 对吧 就是就是这个 一般这事要是在网上聊 就又得给打起来 到底谁高谁谁低的 这个一 但是一般没哪个排名 吕布都是第一 对 这个是绝对没争议的 对吧 有有有 我记得是有一种说 一吕二兆三点V 四关五马六张飞 对吧 也有这个 评书里 对吧 也有这个一吕布 什么什么什么二 那个一吕布二点V 什么三赵云 什么的 这个就很多种不同的排法 但是不管怎么排 吕布都是最强的 而且在这个演艺里边 吕布 这个三鹰战吕布 就是关羽张飞 这个打不过 就是跟吕布打 然后当然了 也有一种说法是 关羽张飞 其实能打过吕布 主要是后来这个刘备上去了 刘备 你就应该给这俩人排就行了 你还非上去自己出杀 对吧 那俩还有一点保护你 他使力是短兵器 他使力是双骨剑 对啊 你双骨剑跟着方天化级 你都够不上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这样说 实际上张飞跟吕布 战斗力是一样的 为什么三应战吕布 就是关于那保护 刘备别受伤 对 而且包括 后来曹操跟吕布 一场战斗是六个人 曹操手底六个人 打吕布一个打不过 就打平手 是相当于这种 所以就是他一出杀 你就得闪两下 这做的很有意思 吕布这张牌 我觉得充分是体现了 设议师的一些想法 就是杀气重 这个就特别适合 有杀气的人士 你想上来砍人 对方必须掉血那种 没有你还还手的机会 然后这张牌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牌 陆迅 你跟某人喜欢的还挺一样 陆迅这张牌 陆迅他技能谦逊 特别牵纯 他不能成为顺手牵羊 跟勒布斯鼠的目标 就等于这两张 算是法术牌 队伍都没有用 法术牌 对 锦囊牌 锦囊牌队伍都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他最好的技能 是他下面这个技能 连赢 就是每当你失去一张手牌 你可以立即摸一张牌 其实这个还真是 我只能是凭我的猜测了 其实我觉得倒跟陆迅的性格 会比较像 因为实际上陆迅最著名的 一个是烧刘备七百里边赢 其实还有一个 大家一般可能很少提的 会把功劳加到吕蒙头上 就是吕蒙白衣独江 其实吕蒙这里也有 吕蒙的技能叫客戟 就是自己不出牌 我能传一对牌 因为这游戏里边是有一个规定 你每局结束 你要扔掉一些牌的 你的牌要跟 不能多于你的血 你肯定要扔掉一些牌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玩这种游戏 你手里手牌越多 你越厉害了 对吧 所以就是吕蒙的技能 就这一个技能 就是说我能可以 我就跟陆迅这是配合的 因为白衣杜江讲的是 吕蒙他想干死关羽 然后他跟关羽 抢经中的想干死关羽 他就跟 怎么办 他就先装病 先装病 然后让陆迅借替他 陆迅这个人 等于是孙权家亲戚 然后他接任之后 岁数小 年轻 是个书生 让关羽 就看不太上的 他表现特别怂 马上跟关羽大哥 大哥您太牛逼了 我特别怂 我特别怕你 我求求您祖宗 您别打我 行不行 对吧 然后关羽一下就放松警惕了 对吧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陆迅 就是他这个谦逊 就会让你放松警惕 你这些什么顺手牵羊 和乐不思蜀的技能 你不惜的对我使 对吧 你因为你就是个怂货 你本身你就会是个乐不思蜀的人 我不对你是乐不思蜀 他就是这种骗局这种行为 他跟吕蒙内在配合 吕蒙内客气 最后那个结果是 陆迅在假装自己是特别孙子的 就是特别怂的时候 吕蒙是带着一堆人 白衣堵江把关羽给偷袭了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特别喜欢说的 刚才金花说的是 这个小说中的这个背景 这个陆迅在就是打网上 在线玩1v1的时候 其实很厉害 很好使是吧 首先来说 你有两张紧张牌 你就对你没用 对我没用 然后你想其他搞我的话 或者我再对你进行出沙 那样的 我可以快速清手里的牌 然后快速的过牌 对对对 快速过牌 其实就是 你手里老能够有一张牌 对对对 其实这个很厉害 你只有一个防御性的技能 但有时候陆迅会死 也不明不白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防身的技能 我觉得那连影就很厉害了 但是你就得看命 是吧 你抓了 最后你抓了一个杀 结果对方给杀你 你就没辙了 咱们 这样来说的 这个 这个就是 应该是金花比较喜欢的了 是你们喂过的 喂过 下后段 还真说实话 我一直承证 我就是因为我性味 所以我玩整个四三国系的游戏 从来都是用卫国 现在不用了 原因是太强了 卫国太强力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卫国系的人 所以现在游玩的话 我会喜欢近国 就是卫国系的人 但稍微弱一点 就是司马他们家 所以确实是 但是 但我个人并不太喜欢使用夏侯顿 这个人 刚烈 刚烈 这个夏侯顿也很厉害 就是蔬菜吃的少 要跟你说 夏侯顿这张牌 就是明显 就是设计师 也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 这些桌游的一些设计思路 咬点 咬点 就是 当夏侯顿受到一次伤害的时候 他要进行一次判定 这个判定 不像西方的野鸡游戏 要直骰子 咱们没有 咱们的就是 要摸一张牌 看他的花错 对 如果不是红桃的话 则这个目标 必须进行二选一 是弃两张手牌 还是受到一点伤害 对 其实这个也是有典故的 也有典故 也有典故 这个就是夏侯顿为什么一只眼 其实夏侯顿不是天生一只眼 他跟这一大正宗还不太一样 一大正宗是跟天生有眼机 他这个夏侯顿本身是俩眼的 然后呢 他是遇见什么事呢 他说去打这个 接受上打吕布吧 这个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拿剑射他 他一生气就给吃了 对 啪家伙射眼睛上了 咱们这觉得 你赶紧就该落败了吗 这不解 他说句话 负精母血不可弃之 爸爸妈妈给他 说的很有道理 负给的精 妈妈给的血 负精母血 啪家伙给吃了 吃了不算完 过去啪给人砍了 砍了之后 他才说是这个晕倒 才去这个 对吧 就是你想伤害我 OK 你可以伤害我 但是你有可能被我砍一刀 所以他会有这个刚烈 这个技能 就是我会反伤你一下 对 这个很厉害 对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他每个国家 都有这个性格 整个魏国性格 在早期的武将 大部分是反馈 就是大部分会是 就是反伤 或者说 这个你 你只要动我 我就弄你 你琢磨 一般都是一种技能 你琢磨一下魏国技能 全都是你动我 我就弄你 然后那个蜀国的技能 因为是关羽张飞 这个 你想这个 关张 这个叫什么 一旅二照三点围 四关五马六张飞 你会发现五虎商将 基本排进 这个前十名 全进前十名 再加上魏延这种 都很厉害 蜀国的这个单挑杀器 就是单挑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们那个技能设计 全都是以各种出杀为主 就是各种强出杀 对 普遍没有什么这种 防御性技能 对 好像也没有什么魔法技能 对 就是强的 对 咱们这个牌很多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今后你最喜欢使的是哪张武将 这个早期 早期是这个 我觉得我经历一年老爱用张角 没有 后来倒是用过一阵 但是就是最早的时候 是真机因为漂亮 你写着用真机 对 因为玩游戏一般 都还是先用女的 即使卡牌游戏 真机很漂亮 有吗 那张牌 有 就在 就在 就这 真机 哎呀 真的 这个是老漂亮的这个姑娘 然后 你看这二次元 你看这么一张二次元 这个画 真机二次元画都不行 说了 我老喜欢她了 因为各种游戏里 都很喜欢真机 因为最早玩三国无双 我也超喜欢真机 而且她会说话 她会说仿佛兮若飘摇之回雪 怎么说来的 你是受到那个 就是在线版的配音影响 也有影响 什么飘飘 你被的记得住吗 我也记不住 什么风飘飘机什么 仿佛兮若轻盈之回雪 我觉得那版配音 还行啊 不错 还挺喜欢的 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一直是这个概念 就这句话让你听了 就很厉害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虽然我现在一下 岁数大了 奔四十脑子不行了 就这仿佛兮什么飘摇 什么回雪 这句话 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机说的 这是真机说的 而且这个话就很有意思 这句话是来自于洛神父 这个是一个不伦之恋的故事 其实真机是袁绍的 我没记错的话 袁绍的儿媳妇 然后关渡之战 曹头给袁绍打败了 曹头就开始抢妞 他儿子 一看 我爸每回都抢妞 我老简 剩下的不行 我得先下手为强 他就先进去抢妞 于是他比他爸先抢了个妞 就把这真机给抢到了 就是这真机 就是请国请成的美 然后抢到之后 其实我觉得那会儿 中国还没有特别强的 到宋明礼学那会儿 什么二婚什么这种 没关系 哪怕是王子 他都娶了个二婚媳妇 是不是初婚不重要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真机 就跟真机在一起了 当然真机漂亮 天天在一块 他有个弟弟 曹皮有个弟弟 叫曹直 也喜欢嫂子 就是欺捕式的 对 你想这个事 你想这个事 就为什么写欺捕式 这事你就不能联想 对吧 写了首诗叫洛神父 都说洛神父是写给嫂子的 又就写我这个 在江面看那洛神出来 那美的 不行不行的 太漂亮了 然后这诗里诗外 透着这是写给嫂子的 这曹皮反正就是 就是他哥哥是怎么觉得 那你说这哥哥 哥哥当了皇帝不得弄你吗 对不对 不得弄你 其实我觉得 曹直根本没有势力 跟曹皮干 就没有势力 如果说曹直真的有势力 说最后当曹皮当权之后 曹直有势力跟曹皮干 曹皮绝不会放他活命的 对吧 他我觉得就是生气 你他妈写那叫什么 你来着不伦练是吗 你气嫂子 你这不是个事啊 然后就所以说 你不是写诗牛逼吗 你不是你给你嫂子写诗吗 你今天欺负给你哥哥写个诗 行不行 你再这么琢磨 这故事是不是应该这么讲 王笔把这俩事串进去 对对 你不是给你嫂子写诗吗 今天你欺负给你哥写个诗 然后呢 想弄死他吗 然后他就写了这主豆燃豆期 对吧 因为这我一说到这就是 这个两版 一版是四剧的一版是六剧的 我记不太清了 这当初就应该有个奇发说 就是让他去最合适了 是吧 对对对 顺口出段的 顺口出段的 就写了这个 哥一看算了吧 弟弟都这样了 我就放了他吧 然后就放了 要不真要说夺权的话 不可能放 细扫子 所以他这个技能 你看叫这个 一个要请过 一个要落神 落神就是来自于落神父 而且这个游戏的先上版 能够把这首诗的这一句 让这么多中国人知道 我还挺感动的 就是他当初反正 找这些评议员 明显就是公司里自己拍的 但我觉得挺好的 关键是 你说那版配音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不是说语音腔点不好 就是咱们各个 咱们中国各个地区省市人 都有自己的说话 语音语调 我觉得都很正常 就感觉当时 那个声音录音音质不好 对那个是真的 音质不好 他不是那种专业在棚里录的 没错 他一听不是那种超高 超宝珍 是叫什么高宝珍的 对对对 但真的我觉得 这句话的传播 我必须得查一下 那句叫什么来的 仿佛兮若轻盈之碧月 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这真的多美 我觉得这是中国诗词 太美了 好像他是在发动技能 一抓牌的时候 就开始念这个 每轮到他这 特别 我觉得特别好听 特别爱听 玩线下的时候 他这人就特别 到他这 就每回都耽误好多时间 对 因为他抓到黑牌 就那什么 对他还有一个技能 叫什么 就是能够拿黑的当闪 他发动这技能 也会说句话 叫什么 凌波微步 罗瓦生辰 对吧 其实也是来自于 洛神赋里边 而且凌波微步 就是为什么后来 段誉会这个技能 这都是金庸老爷子 也是用了 用了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个名片里的 这些词语 太美了 我真觉得洛神赋 特别美 大家喝洛神花茶的时候 也可以百度一下洛神赋 我每次听到这个洛神赋 我都想到 那个 泡 我泡在那洛神花 红在红上 有关 有关系 还有哪些牌 你觉得是 你每次特别许用 但是每次都用不太好的 就你先拿这个 你是不是也这样 国家是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 网上有那种 就是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 出三国沙的题的时候 玩那个还比较好 因为都是名牌 经常会有用 如何用国家 因为国家会卖血 我觉得用好国家 其实是需要 你跟队友有一定默契 对 而且看谁跟国家配合 是吧 你得给牌 对 他要是跟刘备配合 就完了 对 对吧 我弄两地血给你牌 你进那儿给我牌 带来回出 对 反正我觉得 国家是对主公 其实 特别友好的一个角色 对 对主公 他能给牌 所以一般 也很容易暴露身份 因为普遍大家都知道 就是 那叫什么角色来着 内奸 忠臣 对 如果你做忠臣 选国家的话 一般一上来会受到 其他反围的群欧 当然也不太敢识进欧巴 欧多了的话 主公一把牌 但是你看主公是谁 对 主公是刘备 真的就群欧吧 我给你讲 因为是什么 就怕国家会拿到八卦技能 对 因为他有一个技能 是可以 你的判定牌 就是你的相当于 摇骰子的摇的那张牌 归你 也就很厉害 反正国家一般 拿到八卦镜的话 其实就特别稳了 当然如果你主公是 看你主公是谁 反正国家 国家反正是一个 比较好 我觉得对 真的我觉得 就像你开始说的 就每一个人的技能 全都是跟他的 那什么 就为什么 真的挺酷的 一技 他这技能叫一技 每受到一点伤害 你可以摸两张牌 并将其中一张 交给任一名角色 然后将另一张交给 就是 还能交给任一名角色 其实一个人可以拿两张了 就为什么会有这个技能 因为国家临死的时候 就这个国家一技 定辽东 就是打完关度之后 国家身体不太行了 然后就相当于是这种受伤了 他并不是中 这个战斗中受伤 而这个身体相对比较弱的 这种这种生病 其实就掉血了 他在掉血的过程当中 还写了这个技策给曹操 告诉曹操就说 如果这个袁氏的 袁绍死了 袁绍两个孩子 跑到辽东 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追 他们会自己内斗 然后这个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是在自己快死的时候 他还在给主公送技能 对 但是他送牌 不像刘备送牌 他给人送牌 他回不了血 对 刘备是给人拍手 自己回血 所以最好玩法 就是你在墨上桃的话 你给刘备 然后刘备在给你 两人互相嫁血 那也挺讨厌的 我觉得 所以你看 郭佳这个技能 就是整个三国杀游戏里边 武将里边 是这种 是怎么说军师类 武将特别好的一个代表 对 其实你看他也是卫国的 也是挨揍了 能干点什么 没错 其实在众多武将里边 你最喜欢吃谁 我刚才说了 有一个是陆逊 然后一会儿可以再聊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你是说武将是吧 对 就是那四口血的 四口血是吧 现在在那的时候不着急 其实在众多武将里边 也不光是都让人喜爱 其实有一个武将 是让人厌恶的 摸不着头脑 这个老板里边是没有的 最早不存在他 鱼鸡 最早不存在 其实鱼鸡诞生的也很早 他如果不是出现在第一版的话 他就是出现在第一版之后的第二版 补充包里边 补充包里就有了 他是在一个很早补充包里边就有了 应该就是咱们玩的那版本 就是他已经 对有了 反正鱼鸡怎么不说了 他老骗人 鱼鸡特别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知道 一是他耽误时间 二是 你是玩游戏 我发现特别关心这时间 真机也不喜欢 鱼鸡也不就主要耽误时间 太麻烦了 就是鱼鸡 但是我觉得很像 咱们在书里边 小说里边 对 他有幻术 对 他是一个先人能创造幻术 所以他出的每张牌 你得猜是不是 反正 是一个说瞎话的游戏 鱼鸡是这样 鱼鸡主要一在场 反正大家一上来都会打他 希望他早点死 能够让我们快点顺畅的玩游戏 反正咱们玩的那些局里边 什么鱼鸡 还有那个闪电的那人叫什么来的 就是那个张角 张角鱼鸡都是一上来很容易死 因为张角太猛了 张角他们养着太猛了 对 在众多群武将里边 其实我比较喜欢 就是那庞德 我比较喜欢 为什么呀 就是 因为很少有武将 是有两个技能的 对 你真是实在 你太实在了 解决的原因是因为都有两技能 就因为这个牌 没玩的朋友可以听一下 这个牌里边就是会分文官跟武将 武将会有四口鞋 文官会有三口鞋 然后文官会有两个技能 武将会有一个技能 但这个武将有俩技能 对 我觉得庞德 是三国杀前期 咱们今天咱们聊前期 因为咱们以前玩前期的 那些武将玩比较多 对 我觉得庞德是前期 武将里边最被低估的一个 是吗 很少有人用 他应该也是出现在一个包里 对 所以后来 就是 好多人 风铃火山的某个包 对 没有买后来的包的话 没这人 就基本没这人 我跟大家说一下吧 咱们就是庞德 咱们不敢说有俩技能吧 第一个锁定机 也就是他的被动技能 就是当你计算跟其他决策距离的时候 他始终减一 就相当于身上老挂一码 对 这游戏里边应该能装四角装备 一个就是两个码 一个武器 一个盾 对吧 这个等于是他上来就一直自带一匹码 对 他永远跟你的距离减一 减一是什么概念 如果身上我不配为武器的话 我就能 有可能打不着人 对 所以跟你距离降低了之后 我就可以打到人 而且有些锦囊是只能够限制 你打你旁边人的 但是你即使有武器 你武器只能攻击到别人 但是你的技能不能视向别人 这个码的厉害就在于 你那个技能还能对别人 那他要再带一码 是能再剪一项吗 我记着应该是 我因为我在单线板子里边 是剪两下是吧 然后 因为他旁客本身是那个 马超里边的人 对 所以那边弄擅长 骑马 所以他那块加强的 对 西凉骑兵他们都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他作为一个武将 当他使用 使用的杀 对方用闪来抵消的话 就是你可以弃掉对方的一张牌 这点就很厉害 是他作为一个武将 肯定武将重点是在杀 对 他这个是能弃人手牌 我对你使杀 要么就费血 你要使闪的话 你就得弃牌 所以他这个就 对 因为手牌 吹不着 你知道吗 对 就怎么杀也能杀中你 对 我要么就杀你 而且他你别把 他是去掉你一张牌 而不是去掉你的手牌 有可能你身上 有八个盾 对 去你的装备牌 去你武器也买 如果你像有盾的话 你抵消我的话 我就会把你的 所以我觉得庞德 特别实惠 对 你太实在了 我发现 而且不太会让你去费脑 不像什么张脚 鱼击 什么座量 你还算 没有那些 你玩太实际 没有那些 你看我使陆续 我没老子 我再来抓 在这 特爽 打起来特爽 我就喜欢玩算 不过这里边有一个 我一直不会使的 就是那个黄中 我特别讨厌黄中的出现 黄中也是 黄中就是老得算 老得算 他是谁离谁远 几张手拍几口血 我每回我都算不出来 而且我每回我都不知道 对方能不能杀着我 黄中这张牌 就是你如果玩在线的话 就是电脑帮你算了 还好点 反正一般有黄中存在 我就认为他一定能杀着我 就是他一定能打掉我血 对 在众多这些武将里边 你好哪个是你比较稀罕的 就还真剩下的差不多 还真就是比较 这个 那我也识会一把 我就给你讲一个叫贾许的 你看现在十周年写的 叫文和乱武 就是贾许 贾许贾文和 主要是 贾许太bug了 主要他有仨技能 他有仨技能 而且极其的暴力 这仨技能 对啊 这很厉害 他已经很接近 就是后来出的这个什么神武将 对 因为说实话 这个游戏在后来确实不平衡了 这游戏确实后来就不太平衡 因为他有些付费问题 因为后来我在玩的时候 付费弄到了一个李儒 我觉得还特别猛 就是他可以强迫每个人 现在就开始出手牌 就是他只有叫什么限定技 新加一种技能 就是我这一辈子只能使一次 我强迫你出手牌 然后你出一张 你在下边得出两张 在下边要是出三张 谁要是出 就手牌没有这么多的话 直接掉两口血 而且算火 你身上挂着那个藤甲直接死 特别狠 对啊 这甲雪就是 这个技能 玩杀乱舞 真是 还那个字念 维目 每次那个甲雪出现 就是那个 反正每次 每次他使那个技能 他就也死 这一轮里边得死几个 对 因为他那个乱舞 那个技能 就是让除你之外的所有角色 必须向最近的角色 出一个杀 对 我太狠了 但是他也是一辈子 就能使这一次 我觉得这技能太厉害了 因为实际上也挺逗的 就在于这个人物 因为甲雪也是在三国里边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就是人活在乱世里边 甲雪是我们一个 就是以前 不是我现在的思维 就是以前的思维 甲雪是一个在乱世存活的一个典范 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攻 而且就是他也可以回头就反杀主攻 就这个是挺神 但是他还是跟曹操待的最久 对 因为实际上甲雪是有善心的 这个这个是 因为他开始实际上是董卓下边的人 然后但是董卓当时一直在等 因为我记得是用在利用自己的女婿 李如作为自己的这个总参谋 然后呢 这个这个后来这个董卓死掉之后 然后这个吕布 吕布就是把董卓杀了嘛 然后这个吕布觉得自己能能得到这个董卓的这个传承的时候 好像就是这个甲雪吧 我记得是 他他古张这个李觉郭四两个人就阻拦了这件事 就李觉郭四这两个人 我记得好像后来出的武将领会友 非常不强的两个人 就跟什么刘关章这些比不上的这么两个人 郭四应该挺厉害的 我记得 就你真是跟什么 这个这个我们能一般说上名 哪怕江东的塔尔茨甘宁 跟他们都比不了 他就是相当于一个二三流的武将 然后呢 李觉郭四后来两个人也打起来了 结果 你按道理说这个甲雪应该是他们俩的人嘛 结果甲雪就看他们俩祸害长安百姓 就想法把他们俩又给弄了 把他们俩弄了之后 他后来投了张秀 投了张秀之后 就跟张秀说咱们投降曹头吧 曹头是个人主 结果曹头来了之后 接纳他们之后 曹头色心又大发 把张秀嫂子给睡了 曹家人爱睡嫂子 把张秀嫂子睡了 结果张秀就气不过 然后甲雪就出竹 你要是气不过 虽然我觉得曹头可能也是个民主 但是呢 他这么接纳咱们不行 对吧 你接纳咱们 咱们得做上宾 你不能说把你嫂子睡了 这对咱们以后不利 所以咱们就 你别看咱们实力弱 今天咱们就把曹头给弄死 结果他就是 反杀曹头 然后把那一场战斗 把点威给杀死了 就把点威和曹头的侄子 儿子全杀了 曹头屁股鸟溜逃跑 就占晚成 这叫晚成吧 这气不太轻了 然后再又隔了一年 曹头好像是又回来 又收他们 他们就再次投降了曹头之后 他就没再离开 但他一直活得特别低调 他非常的聪明 活得特别特别低调 直到最后 曹家的两个儿子 争似的时候 他保了曹丕 他保了曹丕之后 他才最后在三国行 记得是到了太位 就是卫国非常顶尖的大官了 所以这么一个人 你贴这经历 对吧 他跟祝国亮不一样 我出来就保的是刘备 然后我这一辈子就是保刘家 对吧 跟曹的时候 也大部分人一出了 他前前后后投靠了很多人 甚至就是 劝主投降 杀主公 然后等等 这样 就很有意思 这个人 所以他这个乱舞 我觉得设计的就特别 就是甭管谁 谁是我的头不我头 你们先都自己杀一圈 我觉得他能在这个乱世里边 活得这么稳 还是真冷 他很厉害 他是 老哥 老哥很强 老哥非常强 我跟你讲个小故事吧 就是 我觉得他特别 我特别喜欢他 特别有意思 就在于 就在于 他这个曹丕跟曹直 争谁当这个王子的时候 因为卫王了 谁当王子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其实他明显 就是后来曹丕 就是曹丕弱 就是曹丕没有曹直 曹直强 而且曹直的这个总参谋是杨修 杨修是一个小聪明 小聪明 但是没有大智慧 就是他们会 击鼓骂曹那个 不是 那是弥衡 就是那个曹丕在买了盒头酥 跟家哥着 写着那个一盒酥 他就咔就过来吃 然后曹丕急 你还不然吃我的 吃我的这个酥 你写一人一口 一个盒不是人一口吗 一人一口酥 我们就一人来一口呗 就是这么一货 然后这个鸡肋 就是曹修 就是杨修干的 曹丕就是说 这个下个暗号叫鸡肋 然后杨修开始收拾行李 傻毛夏侮敦就过来 问哎呦 您怎么收拾行李 说鸡肋就是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说明曹丕现在 要打的这个地方 他觉得就是可打可不打 那肯定就要撤了 然后这个 乔顿特愣 回去就也收拾行李 然后曹丕过来看 谁他妈让你收拾行李了 咱们打仗 杨修说了 您说传的令是鸡肋 咱们就是要回去 然后给曹丕的 就把杨修给杀了 反正就是 其实杀杨修也是因为 有这个正四的问题 杨修特别强势 他还包括他偷考题给曹丕 他想保曹丕当这个王子 他就这个 因为他是 他是这个 相当于是曹丕的这个书记 然后这个曹丕就说 咱们出一考题 然后考了两儿子吧 他天天他跟曹丕打交 他知道曹丕最近想出什么题 这个就是扣题 扣得不准 然后曹丕会 咔咔咔咔咔咔 打完了 曹丕那边 我曹丕提我不会啊 然后就曹丕一百分 曹丕零分 不是他这个 这英雄明显就是 不太会做人 对 说回来 就是 所以后来走 曹丕一直站在弱势 直到后来有人出主意 说你想 我给你推荐个人 你去找贾许 因为贾许以前 你想他妈把曹丕儿子 曹丕最爱的点威 全都弄死了 他跟曹家是有仇的 他仗着自己聪明 所以曹丕一直特宠他 然后呢 但曹丕死了 他一定过不好 所以他现在需要保护伞 你去找他 他一定会帮助你 而且这人太聪明了 他帮你一定能成功 他自己能算到这一点 所以就去找了 结果这个 就是反而也没明确说 我答应你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就大概那意思 就是说 你放心 有我 但是他怎么干的呢 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 这个谁 这个曹丕 问这个 嘉雪 就说的 说的这个 我最近特仇 说仇什么呀 说俩儿都不知道选谁 老大曹丕 这大儿子已经死了 就现在这个 这个敌出老大 这曹丕 还有这个曹丕 不知道选谁 曹丕呢 明显比曹丕好像傻一点 但也不是很傻 也还可以 但我不知道选谁合适 然后就一直说这个 说嘉雪就没理他 然后这个曹丕 哎 您干嘛呢 先生 我突然想起 想起俩人了 说谁啊 我想起这个 袁绍啊 和这个 和这个刘表 这俩人怎么回事呢 袁绍呢 就是立了小儿子 结果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打 结果元家灭了 刘表也是立了小儿子 大儿子跟小儿子打 然后刘家灭了 曹丕就乐了 那我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了 就是人家不直接说 你得你得说实 人家就是 你说特别有智慧这种人 充满着办公室的智慧 你这有时候跟领导说话 你不能说你得这么干 对吧 哎呦 我想那谁呢 对吧 我想我突然想到了小黄车 对吧 假许这个角色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也能体现出 摄影师的这个心思 哪 我可以看出来吗 哪个 你说说 他不算卫国的书家 对 他不算卫国的 对对对 你说这真实 他不算 他不算卫国的 他在这个牌上 给他标明的 他是一个群 群羞 群羞势力 对 真是 所以你看 刚才金光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假许 他虽然最后是 三国演义里边的这个故事 虽然他最后在 他人生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里边 都是在卫国落脚 在卫国 给卫国效力 但是 设计师仍然把他 算在了 群 群羞势力 对 因为他真的就是 他太适合 是群 因为他跟过太多人了 所以如果你也 就是说 熟读过 三国演义 对三国历史 甚至对三国的文艺作品 比较喜爱的话 你看到这张牌 你肯定会会心一笑 对 所以很幸福那事 原来送给我了 是吧 以后你玩的时候没有这个了 我来你们家玩 我都带着这个 其实 三国沙 早期出了太多武教 几十个武教 咱们这 今天节目里边也就 聊不完 对 聊不完 没法一一跟大家说了 但是我觉得三国沙 我刚才就是 来的时候 还跟 今晚 我说搜索 三国沙 是哪位 游戏制作人 设计师 在网上 我能搜索到的 这个百科里边 并没有看到 说这个游戏的 总设计师是谁 没有找到 没找到 但是我是真是 平心而说 这是我 见过的中国 做的最好的游戏 差不多吧 咱们不能说是唯一吧 但是真的是 非常顶尖的了 它的平衡性 早期 因为确实后来 因为变现可能是 做了一些比较强势的 神武将 但是在早期的平衡度 太好了 因为我记得是 有人去具体算过 就是这个 比如你张手牌 大概是代表 多少战斗力 然后这个 就是每个人的战斗力 因为他技能 不可能涉及的 完全一样 所以这些技能 终究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总战斗力 大家基本上是 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 而且有一些人 可能会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 他的战斗力会变高 比如说他如果是内奸 可能会变高 或者说 他会更强 对吧 就是他会有各种局势的 这种错综复杂 但是基本保持在一条平衡线上 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这只 他不是说国外 有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去套的 这真是自个儿琢磨出来的 其实我也挺佩服 早期这帮做平衡测试的 因为我们去查到 他最早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司 他不是一群 奔着挣钱的公司去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 他是早期借鉴了 国外的一个手游 好像叫棒 肯定是借鉴了 借鉴了 但是我想说的话 但我想说的是 就是这些纸牌 在这些武将背后的历史 或者说文艺作品 咱们所读到的 这个人物 故事 他都很好的 去放在了他的游戏中 对 而且他为很多 比咱们更年轻的朋友 还没有进入到三国文化 这个三国纱 真的是一个很好 让他来入门的一个东西 没错 你用这个入门 不会一上来 就带着一个特别偏 或小众的 那么一个研究的 那个范围里边 他还是相对比较忠实援助的 对 真是什么事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是 我觉得肯定 可能会有人知道 是谁设计的 但是现在反正网上 没有查到 真是我觉得 真是他非常用心 很用心 他把这个文化 然后游戏性 而且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点 其实说就是这个 这个线上版的配音 我非常喜欢 但也不得不说 他的线下版 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优势 是在 不可了 因为我跟你讲 特别逗 因为就是我们家孩子 就是那个 很多年前 我们家孩子都十岁了 他真是那会儿 就是我媳妇 在怀孕的时候 一车生孩子的时候 那会儿阶段 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我们家孩子 就是在学会爸爸妈妈之后 说话之后 就是闪一下 不知道 杀一下是怎么着的 对吧 就是那个语音版吗 杀一下 就是爸爸妈妈 杀一下 太吓人了 真的 不怕牛 对 是那么时候 他会说那个 不怕牛 就是特别早期 他会说这几句话 很逗了 就是游戏机 特别逗 CIS也是 CIS 他小的时候 我们家爱搓麻 爸爸妈妈白板红装 最早会的四个词 因为他妈是奶着 他就跟我爷爷奶奶 一块打麻将 天天搓麻 玩 因为那会儿娱乐 就是打麻将 没别的 爸爸妈妈 红装白板 就是这个顺序 我们家孩子 我们家孩子就是 老二就是那个 就爸爸妈妈 不怕牛 特别逗 我觉得 在当下 我觉得 三国沙 仍然是 非常聚会 聚会 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 对 而且真的就是 刚刚出场说 他先上版 虽然也很有意思 但是先下版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 就让我们这帮 不是特别爱社交的 这些人 不爱出现 蹦蹦 唱歌 又有点跑调的 我们有一种新的形式 能够和别人 结交到新朋友 而且 而且我后来就在想 为什么三国沙 能这么快 当时在 青年社交圈 爆炸的传播 还是跟他 跟这个题 他有关系 一说到三国 好像大家应该 至少都知道一些 刘关昌谁都知道 对 所以他就 打消了这个门槛 对 对 你真是 这要是 这要是来一个 什么五代十国传 这谁也不知道 但是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 我觉得咱们可能 当然 就是想的也多了 就是 你不知道这些公司 或者说 这个设计原版权 在哪 然后 他们现在是以 核种的 这个 形式 在盈利的运营 是吧 我希望 我希望这个三国沙 这个东西 这个品牌吧 就是 真的能延续下去 是这么回事 像你看 咱们现在 像任天堂的 什么 马里奥 皮卡丘 这些 是吧 人家公司 是吧 也是汲取了西方的一些流行文化 然后制作出来的 这一会儿也好几十年 它就变成了自己的文化了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三国沙 是吧 这还是源于咱们自己的历史文化 当然咱们是不是也在 汲取了 西方的一些游戏的设计 是吧 咱们现在做出来的三国沙 是不是也能够延续下去 是吧 我希望 这类游戏 首先希望它能 继续活越来越 而活得更好 就是也希望这类游戏 能越来越多 希望吧 就是 反正我现在玩到的 因为我玩的可能也少 现在我玩到的桌游一类 真的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说到三国题材 就是这个很不常的做广告 就是因为 如果有这个公司的听到的话 就是这个最好给我 给我充点钱 对 不过它那个不能充钱 那个游戏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玩充钱的游戏 所以我 你怎么不喜欢玩充钱 你都那漫威 你花了什么两三万 你真的是粉丝向的 你都不爱玩充值游戏 我给你讲 那是两个概念 就是玩充 就是玩那个漫威那个游戏 到后来就是为了 集角色了 就又不怎么玩了 那个游戏就是花了多少钱 就还后来没再花 就是之前 一万块钱 到不了两万 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因为在后来的时候 就我之前充钱可能比较多 就反了很多东西 所以就 再新出都没玩了 真是玩不动 太贵了 拿到死室 那个游戏 我拿到死室之后 就没再玩 我已经拿到死室了 你已经花钱买到死室了 是吧 是得做很多任务 那些任务就是花钱 但是你拿到哪一刹那 你突然就是觉得已经毕业了 对 虽然现在我看他们新的 又出了一些什么 别的神奇四侠什么的 但是我就没有再充钱 但说话 那个游戏不是玩 那个游戏是喜爱 就是因为那些角色 但就说玩的这个游戏里边 我不太喜欢玩那种 尤其是策略游戏 尤其是策略游戏 绝对不会玩 冲钱的 你没玩 因为你没法 你没法确定 他的那什么 就是你自己做的事 冲钱 什么 对我自己做的事 我承认我自己 当年做了一款 冲钱的策略游戏 为了生存 不过那你就说 所以就是我 对于现在 我要说的这个游戏 我就更崇敗 很崇敬 这个游戏叫 汉末霸业 汉末霸业 聊的还是三国的事 这个公司名就不提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 没有给广告费 但是就是说 它是一个 真的中国人做的游戏 就中国 好像我记得没记错 应该成都那边 一个游戏公司做的游戏 其实没有任何创新 它就是把光荣系列的 所有三国的 最精华的部分 拿出来做了一个 喜欢三国题材 喜欢光荣题材的 这些玩家心目中 该有的三国的游戏 我觉得它很实在 就实大实的 做了这么一件事 因为说实话 从三国光荣 那个三国十一 我觉得很巅峰 之后 它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 所以它就越做越奇怪 而且这是款手游 但是确实不便宜 86 68块钱 但我一看 比你花一万多 对 我也想是比我花一万多的 这个这个差表了 但是真的很 很好玩 有时候 那我不太明白 你对金钱的这个概念 就是你觉得花一万多 没花什么 你说68特的贵 我也不太懂你 对这个 因为 不是 说 我没觉得 我觉得这个游戏 68这么贵 这个游戏 168我都会买 当然268 我们就会考虑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生花2 是260 对 因为它就是 原因就在这 就是因为有对比 就是因为有对比 因为一般手游 可能是8块 12 就 没有 你说的 你一下就暴露了 你经常玩那些 那个免费游戏 你说那些免费游戏 一下入门冲 都是8块 12块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舒服游戏 就是68 你说的Steam的吧 就是iOS上 iOS的也是吗 我真不知道 一般收费的就是 两档 30 或者68 是吗 因为前两天 我又下了一个 12块钱的 叫那个什么 什么来的 那就12块钱 已经很便宜了 就是做那个 瘟疫公司 那拨人又出了 一个新游戏 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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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 你看他 还有后续 他有内构 他是有内构的 但是他内构不影响平衡 对 所以我说 一般你12块钱 8块钱那种 都是入门的门 对 有道理 你有道理 那不是正经的 都是免费下载吗 免费下载 上线就送大礼包 128 大家都知道这套路了 就是你如果是让我 上海花12块钱的话 我会 特别有安全感 我觉得可能我花不了钱 所以还是会花钱 你说这也是 就现在吧 iOS下载 太讨厌了 因为我 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 玩策略游戏 我特别不喜欢 玩那种付费游戏 就是付费能打过 不付费打不过 因为我不知道 他平衡点到底 坐在哪 然后呢 我就想 玩那种 不是 特别不想玩那种 就是内构 就是免费游戏 内构嘛 我就会看付费吧 结果这帮孙子 付费网 做的全是 一块钱的免费游戏 就是一块钱 里边带内构 这太讨厌了 这让我特别难找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是为了充榜 是啊 就是以前他都有制度 但我觉得这太 我就是苹果 你这不是号称 有良心公司 你真的应该把 这一块钱游戏 全他妈下架了 我觉得这个 应该管我 应该管我 真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 你免费 现在你 这也没法说 因为对于苹果来讲 原来他概念的免费游戏 是真的不花钱 是真的不花钱 然后进去可能 你看俩广告 对吧 付费游戏 是我到这付费 但现在呢 他妈付费榜 实际上是你 一次性充完了 就是我们的概念 可能是你一次性充完了 后头又没有后续花费了 免费榜 都是你那旺里 扔几万块钱的游戏 就他妈 我真觉得 就是他妈过个几十年 看这个世界 这会儿是不是会特奇怪 写的免费的游戏 是要花几万的 写的付费 那个只需要花六八 是这样 有一些 也是算优秀游戏 比如像COC这些的 它虽然也是免费入门 然后里边让你充钱 但其实他充的钱 是为了节省你玩的人的时间的 但这问题就特别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真是 可是你玩游戏 不就是给打发时间 搞不懂 所以还是回到咱们今天 这个桌游 桌游 三国沙这个游戏上 虽然也 虽然快过 因为快过节了 过节的话 免不了朋友 亲戚朋友之间聚会 三国沙 我觉得是值得 在他第十个年头的时候 仍然拿出手 仍然能可以玩的游戏 还是那句话 这话虽然有点妥 玩这个 没有那么浪费时间 至少你还复习了一下 三国沙 对 真是 好歹 对吧 好歹你也算 你玩这个 算弘扬中国文化 对吧 真是说的 文化再高点 您就是使真机抓牌的时候 念下诗 仿佛西什么什么 又忘了 好吧 完了 今天这期节目 就是咱们做客 咱们播客公社 给咱们播客公社 弹角诸位 独家播出的 这密西节 对 其实也挺感谢 播客公社的工作人员 因为在2019年 让我们能够游 咱还不确定了 但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有希望能够我们 更踏实的来做这个节目 今天咱就聊到这里 我希望咱们之后 在做客播客公社的时候 可以聊一些咱们在 以前节目里面 没有聊的东西 好的 好吧 好 朋友们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